未来一周除了要关系国际的焦点之外 当然在产业消息 大家都在看鸿海的MIH平台 这个会员大会第一届 要正式的来进行开会 那对于鸿海呢 过去这一周来讲 外资真的是不遗余力 每天都在买 以导致鸿海的股价连续性的飙涨 再创波段新高 而且还突破了前波高点的水位区 所以鸿海还有其他相关族群的 这个子弟兵个股 也有机会借着消息面来轮动吗 我觉得鸿家军 其实我今年是蛮看好的 因为他虽然说鸿海 他最近又再创新高 那不过上礼拜五是震荡是比较剧烈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看的话 他其实还是属于这种 长线低基期的个股 那我觉得在整个指数 会接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这种长线低基期 那又创了短线的高点的股票来讲 我觉得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鸿家军 他的一个题材非常的多 当然大家最清楚的就是说 鸿海现在转型要去供电动车 那其实我觉得在三月份的题材 其实蛮多 包括三月二十五号 MIH联盟的一个大会 要首次的一个召开 那现在联盟的成员 已经超过了一千家 那当然在联盟大会召开的时候 当然一定会陆陆续续 释出一些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个力多 那另外三月三十号 其实鸿海他也要召开 这个线上法说会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力多题材 不断的进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鸿海短线来讲 应该是蛮有机会 可以持续往上走 那当然最近的一个力多 就是说鸿海他已经打入了 这个Fisker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订单 那Fisker他其实在美国 被称为电动车 特斯拉杀手 因为他的一个产品竞争力 还有价格竞争力 其实蛮强的 那Fisker他第一款的车子 是这个Ocean 是由美格纳来做代工 那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会推出 那鸿海抢下了这个订单 打败这个美格纳 抢下第二款电动车订单 这个是要在2023年的第四季会 去做推出 那订单的数量 大概是25万辆左右 那我觉得抢下这个订单 其实是蛮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因为一方面表示说 国际上的一个电动车大厂 他开始认同这个鸿海的一个技术 那第二个就是说鸿海 他具有这个量产的一个能力 那所以鸿海他自己也是发现了豪宇 说在3到5年之内 要拿下电动车 大概10%左右的一个 这个市占率的一个目标 那最近又有这个利多消息 就是说鸿海他即将在美国的威州 或者是墨西哥 会选一个地方去做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工厂 那就表示说 他一方面除了应付这个FISC的 一个未来的订单之外 是不是大家期望中 有没有可能抢下一封卡的一个订单 我想这个都是目前来看的话 利多是蛮多的一个这个部分 所以鸿海的股价 我觉得持续往上走的机会是蛮高的 那当然同族群里面的股票来讲 我觉得很多也都是长线低位阶 比方说像是这个鸿准 鸿准来讲 他算是在鸿海集团里面 在电动车的一个布局里面 也是蛮重要的一档个股 那当然他的一个 主要大家过去比较熟悉 就是做机壳 那他二月份的营收 其实是有大幅度的一个年增 因为去年机器比较低的关系 那今年的一个成长动能 一方面在游戏机的部分 还是可以维持跟去年一样高度的一个成长 尤其是在Switch 目前的一个销量 都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那再过来就是鸿海的一个造壳计划 我想红准这边来讲 应该是受惠最深的一档个股 因为红准他目前的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铝合金压注技术来讲 已经成熟 而且打入了BMW的供应链 那成为特斯拉以外 少数能够做到这种轻量化 铝合金压注技术的 电动车的一个车口的一个公司 那所以鸿海他结盟这个拜腾之后 其实拜腾的一个之后的一个生产 或者是一个技术 我想当然也是由红准来做单纲 那所以整个MIH 如果之后可以拿到更多订单的话 我觉得红准这边其实市场的一个想象空间 也是相当大 那当然红准他最近股价 其实在高档震荡了蛮久 大概有两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不过他在一月份突破之后 他其实那时候的一个 这个突破的一个成交量是蛮大的 那最近两三个月的一个整理 其实量是很明显的一个缩下来 所以我想以目前的整个价量来看的话 其实都还是价涨量整价点量缩的一个多头格局 所以整理过后 我觉得持续往上表态的机会是蛮高的 那再过来一样是红家军的股票 他就是在群创 那群创其实他在前阵子也有召开法说 会有提到说大尺寸面板 今年因为偏光板 因为驱动IC还有这个玻璃 还有水晴的一个吃紧的关系 今年来讲都还是有机会一整年 维持这个供不应求持续涨价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说在整个面板试况 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其他的一个产品也陆陆续续传出好消息 包括像是任天堂 他也即将推出新机 这个部分群创也是有机会 成为他新的一个供应商 那再过来在车用面板的一个部分 其实群创的一个布局也算是蛮积极的 他已经抢下了特斯达 抢下了Jagor B&W 福特 宝石姐 GM的一个订单 那所以他是很有机会可以取代 日本的JDI成为车用面板的一个龙头 所以在群创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上礼拜五大盘震荡比较剧烈的情况之下 他表现也算是相对抗跌 那我觉得高涨震荡过后 还是有机会可以持续的一个创新高 好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踪涨价题材 因为今年你看到1月或2月 有很多的涨价缺货题材的个股 的确一路往上冲 但是见到高点之后 就受到了大盘震荡压回 震荡整理 所以压回 那很多的个股 很多的股民 小套在前波短套的这个位置点 所以报价还在涨 缺货还在缺 但是股价呢 何时才会动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油价 油价上涨的这个趋势 那很多上游的这个材料的部分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那对于股价就一定有贡献吗 当然我觉得如果真的报价涨了 营收上来 我相信股价最终一定会去反映的 那其实刚才小鱼谈得很好 就是油价的一个上涨 其实让很多去年比较压抑持久 像树化族群 从获利天年的涨望看起来 市场都认同度蛮高的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 接下来有机会开始调涨报价 就是比较在纺织上游的 加工师尼龙利这一块 因为从去年第四季以来 其实他们相关的一个产品 大概都有这个5到10% 不等的一个涨幅 那以今年来看 整个涨价的一个趋势 还有机会延续 不仅是所谓油价的一个上涨带动 还有来自于整个下游的需求都不错 你可以看到像是这个纺织的股王 像如虹的一个部分 对今年的看法都很乐观 所以说在上游的这些原物料的 这些加工师的供应上来说 我觉得是有所谓乐观的理由存在 而且加上这些加工师的族群 其实多数都是这种铜板股 大概十几块左右 所以第一个我今天带各位看的是这个集盛 因为集盛来说 本来就是跟这个如虹有密切的一个 上中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往来 再来就是谈到这种比较高单价 这种功能型的一些布料 像是访这种所谓瑜伽的服饰 运动服饰还有什么两感一等等 它的一个产品也打入到像是Nike 还有Adidas的认证 所以我们从集盛的一个线图来看 我觉得算是在相对底部的一个个股 这是日线的架构 如果我们切月线比较长线的一个架构来看 因为整理非常久 原本上我觉得它算是非常低积极的公司 如果说真的在今年整理产品的报价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谈升 然后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起来了 获利也开始好转 往往这种低价股 有时候股价的一个爆发力也好 甚至是现在市场的资金 也蛮偏爱这种十几块左右的个股 所以我觉得对股价看法是比较正面 那第二个也是走原物料的 这个在日前我们有介绍到是封装导线架的一个借铃 那因为以借铃来说 它算是很早就领先布局在车用领域这一块 那我们都知道像顺德刚刚杰瑞所谈到的 就是电动车这一块 不仅鸿海苹果都要跨路 所以我觉得在车用导线架的一个市况都相当不错 那借铃其实在几年前就并购 这个日本驻有金属旗下的这个SHN的一个导线架的一个部门 所以说并购的效益在今年 开始见到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是同价上涨 所以导线架的一个报价 它是同步性的一个调整 那再来我们都知道 其实整个封装业的一个接单都是相当好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像借铃的部分 把产品的报价上涨 然后客户的需求又很强 而且多数又是来自于所谓车用的这种 高功率的导线架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它从去年12月的营收创历史高之后 一月也在创历史高 二月因为工作天数少没有创历史高 不过这个成绩也是相当好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状况 在今年应该会相当不错 所以从技术现行来看 它大概在这个七十几块左右 大概整理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然后一直到上礼拜才做一个带量的突破 而且外资的持股还是在持续性的一个做增加 所以我的技术面上是蛮漂亮的去突破整个箱形真理的上沿之后 有机会再往新的一个区间再去做一个延续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工具机的值得 那因为在今年工具机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市场上的需求 从去年真的是一个鼓顶 Combie 19之后 反而大概去年第四季过后开始 企业对于相关的资本支出投资的意愿开始做增加 所以整个产业的景气回升 设备的需求是开始好转 所以说本身的营收状况 从大概去年第四季开始就有出现回温 那再来就是产品的一个报价 当然也是跟铜铁不锈钢 同步性的一个调高 所以以值得来讲 在今年的部分半导体5G相关的一个市况都不错 那技术面的形态 我觉得它是很标准的 沿着月均线上工 你可以看到月线这一条 几乎就是每一次回撤都会见到支撑上去 一个N字形的不断向上点高的走法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 如果说这样各国比较有兴趣操作 当然你可以建议拉回到月经线附近左右 再去做承接 好那到底还有哪一些标的真的在现阶段 还是由多方来掌控 下个阶段回来我们继续追踪